中国公安部2月17日在网上发布消息称 当局将击捕网贷P2P平台的嫌疑人列为抓捕和引渡逃逆海外贪官和商人的猎狐行动首要任务 从泰国、柬埔寨等16个国家和地区将62名被指控非法集资的嫌疑人缉捕回国 当局没有详细说明这些人被追捕的情况 不过表示平台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在案发前失联逃逃逆的超过百人 其中部分已经确认逃往境外 复兴系私募产品兑付逾期金额高达180亿 朱一栋此前于2018年6月底失联被证实是潜逃海外 2018年8月29日被警方压卸回国 深圳白亿猫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其老板之一何某逃到境外 于2018年8月23日落网 联币金融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农某被上海公安成功抓获 并于2018年8月7日压卸回国 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P2P平台以高利息回报承诺从零散投资者募集资金 然后放贷给小公司和个人 在2015年高峰时期 中国共有3500个类似的平台 去年仍然有近1.5万亿元人民币 约2180亿美元的未偿还借贷 网贷之家发布的P2P网贷行业 2019年1月月报显示 截至到2019年1月底 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了6442家 停业及问题平台达到了5433家 涉及的投资人数约为216.2万人 涉及贷款余额约为1772.1亿元 目前P2P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1009家 其中1月份却有16家P2P平台暴雷 据介绍P2P网贷平台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呈现以下主要的特点 一是多发高发 2018年6月份以来 一些地方的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投资群众集中报案 案件高发态势凸显 第二点是欺骗性强 犯罪嫌疑人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 以高额利息为诱饵 触犯了为自身融资 归及出借人的资金等禁止性规定 进行虚假宣传 虚构投资标的 肆意占有挥霍 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 逃逆现象突出 调查发现平台实际控制人 高管人员在案发前失联 逃逆的就超过百人 其中部分已经确认逃往境外 有的甚至提前办好第三国证件 为潜逃跑路做好准备 根据网贷之家数据频道显示 自2018年6月 网贷机构集中出现 至去年12月底 可查到的已立案P2P名单 至少包含239家平台 尽管近几年 P2P爆雷的数量多 波及面广 但存续的P2P平台 对于缺乏投资渠道的 三线城市居民来说 依然有强大的吸引力 P2P投资已经演变成 三线城市的主流理财方式 据在春节期间 证券日报对西北三线城市的调查发现 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 仅有少数人未参与过P2P投资 远高于银行定期存款的收益率 以及先行者的示范效应层层传递 P2P投资已经演变成 三线城市的主流理财方式 尽管近几年P2P爆雷的数量多 波及面广 但存续的P2P平台 对于缺乏投资渠道的 三线城市居民来说 依然有强大的吸引力 另外 也有一些P2P公司 已经转型成了网络小贷公司 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P2P网贷风险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于2019年1月份最新出台了 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 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 意见表示 要积极引导部分机构 转型为网络小贷公司 铸贷机构 或为持牌资产管理机构导流等 根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的统计 截至2019年1月20日 全国范围内 共有网络小贷牌照300张 其中完成工商注册的有279张 金融办批复和过了公式期的 共有21张 在这300张现存的网络小贷牌照中 除了个别爆雷的网贷平台之外 有22家目前还在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 已经通过主体或者关联公司 获得了网络小贷的牌照 占网络小贷牌照的7.3% 在有网络小贷牌照的22家网贷平台当中 有6家为海外上市公司 占比27% 另外10家间接持有网络小贷牌照 股东为国内或海外上市主体 占比45% 不过分析人士提醒 并不是说有网络小贷牌照 就意味着网贷平台比较可靠安全 事实上此前网贷小贷牌照的发放标准 各个地区并不统一 并且资质审核标准也值得商榷 还有一些平台是通过收购的渠道 间接获得网络小贷牌照 网络小贷行业各种乱象 也并不比网贷行业少 牌照出租 高利贷 砍投息 暴力催收 变相现金贷等问题 仍然不断地爆出 并且截至目前监管层 尚未出台统一的网络小贷监管政策 行业仍然存在着监管套利空间 整个行业急需监管层出台统一的监管政策 来遏制网络小贷的乱象无序行为 网贷平台转型为网络小贷 也面临着同样的政策性风险 另外 借款人与出借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 均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会因为网贷平台是否倒闭而灭失 不按时履行还款义务 恶意逃避还款责任的 还有可能受到相应的刑法制裁 2月13日 已经由上海公安局黄浦分局 立案侦查的夸克金融在其官网发布 关于警方冻结第10批 逾期借款人银行账户的公告 称警方已经对夸克提交的第10批 543名高逾期借款客户银行账户进行了冻结 而各地警方为持续敦促 立案平台借款人尽快还款 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办法 并对于恶意逃废债行为 进行了严惩打击 相应的措施包括不限于公示 逃废债黑名单 警方约谈警告 诉讼冻结借款人银行账户 查封资产 立案调查 网上追逃 以及刑事拘留等刑事强制措施